1月1号香港超过13万人参加民间人权阵线所举行的元旦大游行 要求陈信近世的行政长官立即下台 尽快举行普选 有市民就批评梁正英他是知法犯法 不满他上台之后听命中共将香港赤话 今次是民间人权阵线第04年之后再次发起元旦大游行 目的是要将行政长官梁正英赶下牌 有超过60个民间团体参加元旦大游行 游行队伍下午3点半在进行的主题横幅的领头下 由维园草地起步 沿着七一大游行的路线前进 许多市民带同自制标语和道具 不满梁正英说法话即将香港大陆化 见到香港的政策越来越 受到中共的影响 由国民教育那种洗脑教育 去到我们道德的破坏 有大陆民众专程来参加游行 他不希望香港逐渐被大陆化 民主了 就是说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这样是好的 不要把大陆那一套 就是说政治的做法 带到香港来 美国回港不久的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 批评梁正英分化社会 平洋游行就是当局支持的 而且很有意来挑选这些 要倒梁的市民 所以这个 这个香港的民意的分裂应该责任在这个 北京身上应该在 这个特区政府身上应该在中联版身上 游行队伍的龙头大约晚上六点抵达 政府总部其后民众陆续抵达 大会宣布有超过13万人参加游行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道